欢迎收听老那要还俗 作者一梦黄梁 播讲 欢迎空 第四百七十五章 数钱的和尚 徐寅突然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看向了黑山男子 恶然道 你们 徐哥呀 你带回来的不是和尚吗 这是赌神吧 黑山男子带着哭腔问道 徐寅恶然道 不是 你们到底咋回事啊 徐哥呀 这和尚把我们的钱全赢光了 你说咋办吧 我下个月的伙食费都没了 黑衬衫男子真的要哭了 没钱吃饭 你说日子咋过呀 杠家呀 都赎光了 另外一男一女 也是跟着教导 徐寅看向其他人 结果围在一起的 有二十多个人 山上子的 倒水的 那都无一幸免 全都输了个精光 一分都没有剩呢 徐寅顿时就火了 我让你们陪法师玩两把牌 你们是怎么搞的 玩这么大 这不符合规矩 杠家呀 我们也是按照规矩来的 一次一块钱 十块钱封顶 但是也架不住 这和尚每次都是三个 哎呀 直接就封顶了 就十块钱 然后就摸牌 一把不超三分钟 我们兜里的钱呢 全没了 一百多块钱 黑衬男子啊 带着哭腔说道 那你们呢 你们也跟着玩 徐寅看向了其他人 按照计划啊 新人来了 是各种的伺候啊 玩牌也是各种让着 让对方赢 就是让对方是放松警惕啊 开心啊 然后准备一个大坑 直接坑死就完事 结果眼前的局面 好像有点不对路子 徐寅怎么感觉 从一开始遇到这和尚 就什么都不对了 以前是百分之百成功的套路 纷纷失效也就算了 怎么感觉自己坑人 总是坑不成 动不动就被坑呢 不过一想到方正 还是配合的 手机也交了 人也在这了 也没让人回去 兜里有钱 背后还有钱 也不闹事 这样的好孩子也不多了呀 所以啊 徐寅并没有为难方正 也没有好方正 其他人则是一脸委屈的 看着徐寅 说道 刚讲 我不想玩了 可是不知道为啥 看到他们打牌 就想跟他们赌一把 结果一个个上去 一个个的 就输得光溜溜的了 看着眼前这群不争气的家伙 徐寅也是气不打一处来 二十个人呢 一人输了一百多块 二百多块 也就是说 这和尚进了他们大院 一分钱没掏也就算了 还赚了四五千块钱 这TM的画风不对呀 他哪知道啊 边上的和尚 可不是一般的和尚 给人制造点幻想 那还是没问题的 就在这时候 方正起身了 当着一群红红的眼睛的面 将一打钱塞进了自己的包里 然后还拍了拍 鼓鼓囊囊的 那个钱包啊 就看着大家 大家的眼睛都红了 这才双手合十 对着四周见礼道 阿弥陀佛 多谢各位施主相让 其实贫僧真的不会玩牌 对了 徐施主 大成啥时候来呀 听到不会玩牌这里呀 众人集体翻了个白眼 甚至有种咬死这个和尚的冲动 不过徐寅在这呢 大家也没吭声 等着徐寅处理 徐寅一听到刘大成这个茬 顿时就没心思生气了 人是刘大成邀约出来的 现在刘大成绝对不能露面 否则容易暴露太多的东西 毕竟刘大成怎么看 也跟公司老总也没啥关系 再说了 难道真领方正出去玩 刘大成有那么多钱玩吗 但是刘大成又是关键点 如果这点弄不好 他多半要穿帮啊 不利于后面的洗脑教学 于是徐寅赶紧道 刘总这两天啊 再谈一个项目 在外面出差 很忙 暂时回不来 不过他说了 老同学来了 他肯定要过来 现在正在加速处理手上的事 最快明天回来 最晚 后天 方正一听 一脸感动得到 大成这人呢 就是这么热情 来的时候 还给贫僧买车票 车接车送 还管吃管住 还陪玩的 贫僧他不好意思了 如果大成真的忙 你告诉他 让他忙 忙他的啊 不用管贫僧了 反正贫僧也没事 就在这待着 等他回来 一切以他事业为重 听到了火车票 在场中人都是一脸的乌黑 自己花钱给目标客户买火车票 这还是大姑娘上交头一遭啊 也没见过这么邀约的呀 重点是方正那张票 可是大家伙凑的呀 都有份 不过听到了后面 方正竟然不在意刘大成 晚点回来 还主动要多留几天 顿时一个个乐的呀 一般情况下 进了他们的门啊 再傻也会觉得不对劲 各种理由想离开 这才是他们难办的地方 所以他们一般呢 都让对方先睡觉 少接触 等对方睡着了 拿走对方的手机啊 现金啊 银费银行卡呀 身份证 再加上 有人24小时盯着 基本上就跑不掉了 这么久了 他们还是第一次遇到方正这种 主动不走的 但是不管怎么说 大家都很高兴 徐银笑道 既然如此 那就准备吃饭吧 方正点了点头 徐银带着方正 去了一间房间里 房间里有桌子有凳子 虽然有些老旧 却也像那么回事 没一会儿 宋可灵端来了两碗水 就是还有面条 就进来了 放在了桌子上 笑道 今天的天气挺热的 吃点汤面 舒服舒服 方正看着面前的大碗 碗不小 两个巴掌大 汤也多 满满的 可是面条 怎么就这么清晰可见呢 一根一根的 那么容易分辨出来呢 上面除了一点葱花呀 连油都看不出来 这玩意啊 方正发现 宋可灵还是一脸眼馋的样子 虽然第一时间 隐藏了对面条的渴望 包括还是没能躲得过 方正的法眼 法师 别客气 吃吧 徐银已经开动了 稀溜虚溜的呀 吃得很开心 方正终于明白 为啥这些人都是菜色了 看来的日子呀 不好过呀 不过方正问道 管饱吗 徐银和宋可灵一愣 随后对望了一眼 徐银一咬牙道 呃 管饱 然后徐银就看到方正 慢悠悠的吃了起来 速度不快 一举一动啊 都表现出了教养 吃面条也没有声音 看到这里 徐银老脸一红 也是慢条丝里的吃了起来 宋可灵则出去吃饭了 没出去一会儿 徐银就叫那个宋可灵进去一下 法师吃完了 他还有一碗 你再给弄一碗来 徐银道 宋可灵点了点头 没一会儿又来了一碗面条 方正继续吃 十分钟后 哎呀 法师啊 我吃饱了 你还吃啊 徐银见方正一脸还能吃的样子 试探着问道 贫僧胃口大 方正笑道 徐银也是无奈 只好继续给方正盛面条 又过了十分钟 法师 你 徐银看着眼前空空如也的碗 又问道 贫僧还能吃 方正笑道 徐银的脸顿时就黑了 三碗了 三碗了 还是那种连汤都不剩的吃完 这和尚肚子里是牛肚子吗 嗯 下话吗 和尚肚子是牛肚子吗 这么能吃 宋可灵 再给法师来一碗 徐银苦不喝的道 宋可灵也是苦兮兮的跟着道 哎 没了 厨房就这些了 刚刚都被法师吃了 本集播讲完毕